- 正經關不了,關不了正經,各位同學大家好,我去剪頭髮了 這個髮型,喜歡的請加一,不喜歡的還是讓我要頭髮留長一點的請加二 這個頭髮,喜歡的請加一,不喜歡的請加二 至於各位的意見呢,我絲毫不在乎,也不會做參考 我還是一樣,高興留短就留短,高興留長就留長 好,來,我先談一件事情,最近有人鬧得沸沸揚揚說 賴清德的民調已經百分之四十幾了,很高 其實我對民調誰高誰低,我沒什麼太大的意見 但是,我是一個職業病就犯了,我就在想說 那我是不是要來看看研究方法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大家吵來吵去嘛,很多人不相信 我看林環牆教授也覺得,這個數據有點叫什麼 叫too good to be true 就是,好到有點令人難以置信 賴清德的支持度,好到令人難以置信 突破了天花板,因為我在節目中曾經說過 我看了過去綜合的民調 他的天花板大概在35% 也就是說想要下架民進黨的人在台灣就是六成多嘛 所以,要下架民進黨當然就下架賴清德呢 所以賴清德的支持度,按照邏輯來推斷 大概就是在35上下 可是一下來到了多少呢,一下來到了40幾嘛 43是不是,反正 對43.4,你覺得不可思議 那沒關係,我覺得 結果不重要,重要是過程 很多人就開始講說,這是假民到誘導士啊 等於我就,好吧,那我就看了 因為我覺得過去,我實在不太喜歡討論民調 因為民調如流水 民調是一天效應,今天過了沒了 明天可能又會有很大的起伏吧 如果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對台灣的選舉來講 我個人認為啦 我個人認為台灣的選舉是藍綠版圖已經定了啦 因為台灣是一個密集的資訊爆炸的地方 一般來講中間選民是說對藍綠沒什麼概念 對於左右他們的立場 或者是議題上面的這一些所存在的位置 搞不太清楚 就是搞不清楚民進黨是統還是毒 搞不清楚國民黨是統還是毒 搞不太清楚就是現在是誰在執政 搞不太清楚說疫苗採購這個弊案 到底是誰的責任 這種人在台灣還有嗎?應該不多吧 我覺得台灣是一個地下人愁資訊多的地方 所以民意的起伏 候選人的起伏其實不應該太大 這是合理才合理好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民調我就去印了這個 我就叫助理幫我這個貼了一下 然後做的沃爾黨 我就把它拿來看一看 第一個我看一份民調我先看看 一共有多少題 30題我告訴各位你仔細想想看 不管你是走路開車在家 你手機拿起來有人問你30題的題目 一題大概要10秒鐘 他把問題講完你想一想給他答案 然後他開始講下一個題目 一題10秒鐘30題多少 5分鐘 你覺得你接到一個陌生人的民調電話 你會回答5分鐘嗎? 來來各位同學 宇宙政經學院還有論文門開箱同學們 所有同學們我們來回答 你接到民調公司的電話 你會願意耐心花5分鐘回答30題的 請加1 不會的請加2 因為我看不到大家的這個比例 因為我今天也是事先錄的 那你們去除除看這個比例你就知道 一個30題的民調可不可能 就是有百分之多少的人會願意接受個5分鐘的民調 所以我先看這個題目30題 那30題就是 我想大概就是這樣吧 我看一下 一共是 23題 我看一下 不只 反正 差不多 差不多了 差不多30題 還包括了什麼 性別不用問了 年齡 地方 居住的地方 差不多接近30題了 我沒有很精準 因為我只看到了台灣民意調查基金會的PowerPoint所列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也不太敢講說 這個是不是就是他的全部 好 我們就抓個5分鐘的民調好了 5分鐘的民調 你會願意回答的請加1 你不會願意回答到底的請加2 這個比例一除你就知道說 他的這個Response rate 就是回應率 大概是多少 一般來講 手機民調的回應率如果低於5成 這個 統計推論 到中央極限定理就已經被扭曲了 就是說這個可以參考價值就已經很低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去看看他的題目 第一題是 因為我沒有看到整個題目的順序 不過 他這個PowerPoint秀出來的就是按照這個順序 第一題問說 國人對賴副總統達成敦目邦交提高台灣能見度的信心 這個事情的問法是這樣子問的 如果我問的是 國人對於賴副總統 針對論文門不坑一聲 卻撞告張永華的這件事情的看法 你覺得 接下來賴清的支持度還會一樣嗎 這代表什麼 代表是你上的前菜 是鹹的是酸的是甜的 會影響你對於主菜的口味 這是帶無疑義的 所以 這個 叫做leading questions 就是你會用一些引導式的問題放在前面 所以我看完第一題之後 我就覺得直接丟掉了 這種問訣應該怎麼問呢 不是不能這麼問 第一題直接問說你支持誰 然後後面再來慢慢問有關議題的部分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沒問題 我不確定啊 但是看起來 在公佈的這個PowerPoint的順序上看起來不是 就是我剛剛講的 先問議題 再問投給誰 那 接下來呢 就是 是否歡迎美國提供超過百億的軍事援助 這個題目有大問題啊 如果我同樣的一題目換成我來問 你覺得答案會一樣嗎 完全倒過來 你是否贊成台灣 向美國軍購超過100億 跟 是否歡迎美國提供超過100億的軍事援助 這兩個題目不是一樣的嗎 美國給台灣的軍事援助是免錢的嗎 用這兩個方法來問 保證答案不一樣 所以我說啊 民調真的要懂民意調查的研究方法 至少修過這一類課程的人 很快就可以知道這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呢 像這樣子的問題 如果放在前面 後面才問說是不是支持哪一個候選人 那這個民調 直接就把它扔在垃圾桶也不用再問啦 第三個 是否同意美台日要做好打仗的覺悟 才能打消中共武力犯台的念頭 我在這邊教一下研究方法 這裡面有模糊不清的語意啊 我隨便舉個例子來講啦 他說美台日要做好打仗的覺悟 那這個問題我要怎麼回答 如果我認為台灣應該跟美國加盟 但是我很討厭日本 那這個問題該怎麼回答 所以在研究方法中 有個東西叫做double barrel question 就是說你一個問題裡面不能有兩個主題啊 或者有兩個類似選項的東西放在一起 隨便舉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 你是否喜歡吃洋蔥炒蛋以及蛋花湯 你覺得這個問題可以問嗎 如果我喜歡吃蛋花湯 但不喜歡吃洋蔥炒蛋 我喜歡吃洋蔥炒蛋 也喜歡吃蛋花湯 我不喜歡吃洋蔥炒蛋 喜歡吃蛋花湯 那這三種人要怎麼回答 他該回答是呢還是不是呢 所以 這個叫double barrel question 通篇的這個民調充滿了 研究方法上的各種各樣的錯誤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是台灣民意調查基金會做的 這招牌收一收的啦 放到倉庫裡去 這個是沒有辦法讓我接受的 如果我的學生做出這樣的民調的東西 我直接叫他重修啊 沒有什麼第二句話 好我們再看 接下來 就是開始問啦 面對中國威脅下確保台灣利益 你前面都已經在講了一些 就已經把這個賴副總統的什麼 什麼什麼這個敦牧邦交啦 什麼是否歡迎 我覺得這個前面後面有太多誘導事 所以我不是說你不能夠做這些問題 而是你要把關鍵的支持誰放在第一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就沒有問題了 你後面要怎麼誘導都一樣了 就不會影響前面 而且 我不管是30題或者15題好了啦 20題 都太多了 現在如果要做支持度的民調 我建議 就單純問一題就好 什麼都不用再問了 因為我們不是在做研究啊 我們不是在跑什麼多元回歸啊 要很多的這個指標 然後才變成一個 一個題要好多題目變成一個 一個面向或者是一個概念 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只是在做賽馬式的 候選人之間的比較 所以這麼多的題目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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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视化手机各半 结果5月14号的时候 赖清德是这个呃 就是在这之前赖清德是大赢的 5月14号开始赖清德是30.7 比上蔡英文的25.3是赢5.4 然后5月21号是30.7 比上24.9赢5.8稳定 到了5月27号赖清德是32.4 蔡英文是24.3 可见拉大了差距变成8.1 到了6月4号的时候 赖清德是32.8 蔡英文是25 还领先了27点 还领先了7.8 结果经过一个礼拜啥事也没发生 6月11号发生了什么事呢 只发生一件事 就是民进党中央党部的民调 从6月10号到6月14号开始进行 结果苹果出的民调 到6月11号是蔡英文逆转 变成了35.4 赖清德33.8 前后从输了8个百分点 到赢了1.6个百分点 政府之间差了将近10个百分点 就是连续四周 赖清德大胜到了6月11号突然逆转 因为6月10号呢 要开始做民进党党内的民调 这一种就是拿起来当打手的民调 真的我奉劝各位媒体朋友们 或者是做民调的朋友们 这种东西是放在历史记录中的 是可以拿出来被人笑一辈子的 不要再干这种事了啦 我觉得真的是太丢脸了啦 真的是没什么好讲的 好 我再看到另外一份民调 2019年台湾民意基金会 也是由云龙的基金会 2019年的4月22号 那个时候赖清德宣布要跳进来 跟蔡英文选党内初选 我讲的是4年前 是3月18号宣布的 4月22号就是宣布后的一个月 坦白讲那种宣布效应也淡了啦 4月22号赖清德是49.9 蔡英文是27.7 相差了22.2 赖清德大赢蔡英文22.2 最后在选举的时候会被 到最后民进党党内初选的民调 会让蔡英文倒赢个5到10个百分点 你相信吗 这个就很明显了 就是摆明了 就是民调也在这个帮腔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蔡英文内部的 明显的作票嘛 我想这个大家都看到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一个研究方法上的问题 就是有人把这个对战组合 做这个所谓的longitudinal 就是train study 就是做那个趋势的分析 比方说从7月份一直到10月份 这三个月各家的民调做一个趋势 今天我跟我们的小编聊天 他说老师这个可以这样做吗 可以把这个联合报民调中央社的民调 台湾民意调查基金 或民调苹果民调拿来做这个趋势分析吗 不同人做的可以放在一起比吗 大家直觉觉得可以吗 觉得可以的请加一 觉得不可以的请加二 就是说各家不是都做民调吗 然后都是什么手机的抽样的 然后反正基本上就是随机抽样的民调 那可能比方说 5月1号是苹果做的民调 5月10号是联合报做的 5月15号是民意调查基金会做的 在过去三个月中 各家做的民调 我们把它拿来做一个趋势图的 消长的分析可以吗 当然是可以的 很多人会觉得不同家的做的民调 怎么会可以拿来做这个趋势 高高低低的比较呢 如果各家的民调都是公正的 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从台湾的2300万的选民 中间的合格选民的电话清测中去抽样的 那他的母体是 他的population是一样的 他的sampling呢 也是格子基于随机抽样的方法去做sampling 所以它是符合随机抽样的原理 也就是他可以用中央极限定理 去做统计的这个叫做distribution of sampling distribution of sample mean 这个我要怎么讲 叫做样本的平均值的抽样分布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每一家做的民调都是一个独立的民调 但它可以视为是一个符合中央极限定理的抽样 那你可以把每一家的不同时间的民调拿来做一个趋势的分析 可是民调有个特色 就是昨天的民调就当垃圾桶的东西 不用再看了 因为民调不会不应该受到机构效应的影响 如果这个机构是公平的 而且这个机构是不提示机构的 但是民调会随着时间而起伏 这待无疑义 可是我不管怎么看 我觉得蔡英文的2020年的这个选举 正是史上最值得研究的怪现象 一个人可以在选前半年 还落后 八个月 还落后赖清德将近22个百分点 而且跟韩国瑜的对比 也是一样 韩国瑜曾经大幅的超前蔡英文 经过了没有多久之后 竟然大败 这是我在史上从来没看过的 你看韩国瑜跟蔡英文的对战组合 在7月16 7月16是什么时候呢 是选前大概半年 对差不多就是半年 韩国瑜41.1 蔡英文33.7 中间差了7.4个百分点 一直下来到了7月28号 韩国瑜39.3 蔡英文36 还赢三个百分点 那是选举前的五个月 五个半月 然后可以一直到最后差距到 票投出来将近15 20个百分点 你相信吗 这个半个三个月 四个月发生什么大事呢 你说什么香港的局势啊 这些东西 因为这两个人的政治立场已经蛮清楚的 会在一个事件造成这么大的落差 坦白说不太能够说服我 因为对台湾来讲 选民的素质跟选民的稳定性 是很难改变的 不容易改变的 中间选民的比例其实不多 除非像这一次 因为大家很讨厌蓝讨厌绿 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做成中间选民 可是你知道蔡英文跟韩国瑜对的那个时候 是非常两极化的 所以两极化的情况之下 中间几乎没有人 会逆转 是个大奇迹 所以今天赖清德的民调 看一看 哎奇怪 柯文哲没什么改变 侯友一降了 降到多少 降到13吧 非常的低啦 那不是那个房砖条款 那个不是 如果按照正常情况 不是早就应该 侯友应该换人了吗 但是不知道 当然因为那个诱导式的民调 好 我再讲一遍 就说侯友一大将下来 赖清德升上去 柯文哲没什么变 意思就是说 支持侯友一的人跑去支持赖清德吗 你觉得有可能吗 所以这个民调是无法解释的 我只能说 不要我不用阴谋路去看这个民调公司到底在干什么 但是 这种诱导式的题目如果是放在前面 整份民调不用看 我直接丢到垃圾桶 好进段广告以后 我们来看看这个史上最荒唐的事情就是 没收护照这些事情 我必须说外交部你倒大没了 接下来呢 会有很大的动作 我先保密 我要说的是外交部你倒大没了 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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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是像我這樣子被國家元首 被這個這個皇帝給通緝的 沒有這就是就是我了 好 那麼我就開始找我找到了一個 週刊網上面講到了一個一個 一個通緝的案例 我覺得跟我還蠻像的 我來念一下 刑事局鎖定一名46歲的陳姓男子 他因為多次販毒被判刑18年4個月 陳男不願意入獄 在2012年潛逃日本 在當地結婚生子仍不知悔改 在日本又持有毒品被捕判刑 來了 上個月陳男在駐日代表申請更換護照 被警方盯上在警政署移民署 駐日本移民工作小組的通力合作下 陳男今天由刑事局國際科幹員 押解遷返回台 這個陳男跟我的狀況 只有一個地方一樣 就是在換發護照的時候 被逮捕 只有這件事情是一樣的 他去換發護照 但我沒有被逮捕 他被逮捕 其他就是差了天差地緣 第一個 他是販毒 第二個他是判刑18年4個月確定 我今天要講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 我沒有逃亡啊 你幹嘛通氣對不對 就是而且我是沒有戴罪在身呢 我們只不過是進入法庭 這是第一次法庭也沒有判決什麼都沒有啊 那我為什麼我根本連個嫌犯都還稱不上啊 因為在台北地下室在起訴 他起訴的過程其實是違法的嗎 也就是說 也是沒有判決確定 連一審都沒有對不對 你去看 民進黨內的一些什麼相關規定 國民黨的規定不是什麼一審判決有罪才怎麼樣怎麼樣嗎 什麼解除公職什麼之類的 所以一般來講起訴 只不過是檢察官的一個 唉我跟你講檢察官如果不起訴的話 他沒有業績啦 所以 通常要等判決定驗 這對當事人比較公平嗎 很多案子起訴啊 大張旗鼓啊 什麼SNG車都來了 結果一審無罪二審無罪三審無罪啊 也有人一審判20年 二審無期徒刑三審無罪的啊 所以沒有定驗的東西 你根本不能夠做這樣的行政處分 這才是人權的道理 再來 這個人啊他潛逃 所以他去換護照的時候 被警方盯上 然後 跟日本移民署合作把他抓回台灣 所以我希望 外交部記得 如果你真的覺得我是個十二不赦的通緝犯 1450817你真的嗆我說你有種回來 我就告訴外交部你有種抓我 就這麼簡單 好 再來 這警方說啊 這個陳男呢 他用郵寄的方式申請護照 啊 那麼 這個陳男過去因為販毒所以怎麼樣怎麼樣好你看啊這個陳男是用郵寄的方式護照啊被他沒收 那結果呢 我是什麼 我是親自到場 只是我因為 開車嘛 所以我的技術比較好了如果讓 金玉在樓下的話我下來可能要處理一個交通事故 就像是車子那個車子不好停 所以我來停車 然後我我停在馬路邊然後他上去幫我因為還有他自己的護照嘛所以一個人上去就可以了 差別在這裡哈 那 接下來呢 他就說這個陳男呢 他又販毒被2018的時候被日本警方逮捕又被日本警方判處1年6個月緩刑3年 結果這個陳男2020年間原本日本要把他驅逐出境 但是因為新冠疫情所以沒有辦法執行 就叫這個陳男定期報道 那麼這個三今年的3月啊就講的是去年的3月他突然 啊向 助日代表處申請更換護照 這個人也是adama congui 啊 他我去申請護照是因為我沒有我沒有罪啊 而且我根本還沒有判刑我根本沒有刑期啊 這個人是被判刑多久18年4個月 他竟然敢跑去助日代表處更換護照 我真的搞不清楚這個人是腦袋出有破洞嗎 後來這個助這個助日代表處去聯絡日本的移民署 把他逮捕 所以今天外交部應該做的事情是 我在申請護照的時候 更換的時候馬上聯絡美國警方把我逮捕 然後直接送回台灣 這才是標準作業程序 為什麼沒做呢 因為做這事會笑掉美國的大牙 因為第一個 你根本沒有判刑確定你要我怎麼執行 第二個誹謗元首這種人在美國至少有1億人 誹謗拜登有1億人在誹謗川普 說川普什麼性侵的啦 說他什麼騙學位的啦 還有這個川普考試作弊的啦 ADA有8千萬人 所以老美聽到說批評總統 調調調查他的論文是假的 這件事情竟然會被通緝 大家覺得不可思議啊 好 賞食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 斯歐費是什麼 班下次oup wlp 是 集團批評確定 潛逃在外 拘題不到 發布通緝 待 investor Enfema 送上了这个办事处 办事处联络当地的警方联手逮捕他 这是通气犯的SOP好吗 那大家看看就是说 我在这里面就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 请问你你要怎么通气 这段广告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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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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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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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咱们就来论一下 为什么有人要骂你混蛋 好 我们就要来追求原因 对不对 今天既然你被骂混蛋 咱们就双方要来谈谈看 你到底哪里混蛋 你哪里混蛋 我们是不是就要谈 你的判决内容 跟你的法庭上出现了诈欺的手段 我怎么知道你的判决内容是真 那就我来看看判决的本身是什么 刑案或明案造成的 所以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 这个案子的主角 这案子的主角 不就蔡英文跟彭文哲吗 这两个人不传 你说你要怎么去判断 张勇慧是不是混蛋呢 所以太有趣了 我觉得接下来抽到这个 我认为抽到这个签的法官 应该会转任律师了 这个过程当中 本来是追着访问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 其实很多家媒体 都有去报道这件事情 然后都有放上网 大家应该手机里面也都有说到 也有很多在LINE群里面转传 那LINE群于本人是三度改口 他一开始呢就是摔倒了嘛 然后呢看旁边的摄影大哥 就很快的扶住 然后脚架也要互助 然后人也要互助 那他转头就是 劈头就是指责 就认为说是有人推他 那后来大家细细看画面 其实就是一个很常见的媒体会去追着访的一个过程当中 可能去办到了跌倒了 但他却改口来改口去 那也有人一些人声援他 我在想他从觉得应该不是应该是自己不小心 到后面又指控这件事情 我想他有一些压力在啦 包含的是绿营也好 或者是侧义们 就是不断的去支持他 而所导出来的一些风向 他也可能是不得不为自己的支持群众 或是自己的党内的支持者 而去改他的口风 他可能本来也觉得说 可能自己真的误会了 结果他后面呢还是又要 就是那个画风转来转去 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自己有压力 那鸡排妹怎么说 他就讲到说当年陈信瑜啊 不也是被这样追着问 追到后面呢 大家应该很有印象嘛 他就是直接算是崩溃的大吼嘛 啊谁没有拿过我爸的钱对不对 好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但我自己想说的事情是 既然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你不可能只得力 不可能只拿因为你这个身份的好处 而你不愿意去接受媒体对你的监督 这本来就是会有的事情 那你说就是媒体 你因为他的工作任务 然后往往都是一直追着问一直追着问 我没办法说这个是绝对的对或绝对的好 我没办法这样子做评论 可是这个就是一份工作 跟一颗想要监督的心 那就回到我刚刚讲的 你不能只因为你的身份关怀而得到好处 你同时也要能被监督 那你作为这个现在话题上 云豹小公主一定很多人想要知道答案啊 你要嘛就是学蔡英文你理都不理 那不然你就好好面对嘛 那彭P对于这个事件你怎么看 好 我很仔细的看了 其实我就这个可以讲一堂课 这个东西很有趣 这整个画面的过程分两个阶段 我觉得第一个阶段呢 确实大家簇拥着他问问题 这是非常司空见惯的啦 这很常见啊 不要说是他嘛 我每次出庭的时候也是这样啊 刚开始我还在台湾的时候 很多记者啊 也是这样 后来因为我这个 到了美国之后 就始终不离不弃 就只剩下这个论文门开箱 那当时这样的一个情景 我觉得很正常 也不要怪媒体 当你成为新闻人物的时候 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好 我看到这个前半场就是说 这个赖品鱼呢 确实是往前踉跛了两步 还把我还把旁边往左边靠了一下 还差点去撞到这个脚架 那我因为没有看到这个镜头 膝盖以下的地方 我觉得 我比较不会质疑说 他是故意演戏要摔跤啦 他可能是踩空 或者是踢到电线之类的 好 所以前半段是这样 确实他是有一点亮呛 可是没有人推他 好 那当他在站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在后半段 我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他在做议题设定的演戏 就是说他要转移焦点 就是所谓的agenda setting 他要转移这个议题 因为他不想回答记者问他的问题 所以他就延续着 刚刚的那一个亮呛的动作 然后把他转为一个谁在推我 然后当记者问他这个有关于 云报集团事情的时候 他就说刚才是谁在推我 意思就是在告诉你说 我不要回答你的问题 你问你的问题 我问我的问题 不过我觉得现在画面上看到 那个穿蓝色衣服的 我不知道是哪一台的 我觉得我要给他一个称赞 就是说当一个记者的本身就是这样 我不会跟你吵 可是我就是很清楚的跟你讲我的立场 第一个我没有推你 第二个这是我要问的问题 我不管你怎么讲 我还是要继续问 我要问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尽忠职守的好记者 那我觉得赖品鱼就是咄咄逼人 其实在后半段他就是在演戏 他在做agenda setting 就是我不想回答你的问题 所以我要用一个方法 来转移这件事情的焦点 所以他就把前半段 这个踩空了 或者是踢到电线 因为我明显的没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 当然因为角度的问题 他亮呛了一下的这件事情 他把它延续到后来 来挡住记者的提问 我看了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子 他很有心机的转移 不想回答的问题 我认为碰到这种状况 如果你赖品鱼真的是 不想回答 你就跟蔡英文一样就神隐 就一年半不要出来 请假远离风暴 不然的话 你出现在公共场合 你就是会被采访 我想事情就是这样 那我觉得在这边 上一堂公关课 我认为一个人 成为新闻焦点的时候 不要躲了 因为你躲的过程 就已经说明了你的 你的理亏之处 像 你看像论文门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 蔡英文就一直在躲 她躲到你看 连我出国之后 她都还不愿意开记者会 她还继续躲 为什么 因为她怕被问到相关的问题 后来记者也很事项了 觉得答案都已经出来 也没什么好问的 所以后来论文门的事情 一直衍生之后 记者问蔡英文这件事情的动机 也就变小了 因为其实我说实在话 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了 已经毫无疑意了 其实这件事情刚发生的时候 我们仔细细数 那个时候是100多位 国立大学校长在教育部 在立法院 结果 举手 举手的认为说 蔡英文那个是真论文有学位的 6个吧 不到不到10个人 连政大校长都没举手 后来人家问政大校长说 你怎么 因为私底下跟她聊天 问她说 你为什么不去 把这件事情给揭露出来 她冷冷的回了一句 我不是没有举手吗 她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是用我的举手 我没有举手就已经证明了 我的立场了 我就是不相信这个是论文嘛 对 她真的是表态了啦 只是 这些知识分子缺少了一点点 道德勇气 她只敢消极的回避 不敢站出来 登高一呼 就是 就是一事之恶恶 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人 这是台湾的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 那赖品玉这件事情 我就讲白了 她就是在逃避一个话题 就是这么简单 至于什么摔跤什么 那个都是 只是一个戏警而已啦 其实这整个事情 就说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 真的新潮流 吃铜吃铁 真的 这个我想连民进党内部的资深的一些人 包括苏菡之县 就是我们访问的时候 都提到了他们 在观察民进党这些派系 这些年来的一些发展 所以我说 政党一定要轮替 因为赖清德继续连任 就是新潮流继续掌握台湾的经脉 新潮流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 一个内聚力非常强的 有点像是那种山口祖啦 像是那种 这一类的那种政商混合的 一种 那种 那种怪兽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 所以我给赖清德三铁两方嘛 我说我要是你的话 有点个子 退出新潮流 你想想看一个总统 如果将来当选总统 还在一个派系中 你是像样吗 对你这个像话吗 那你说当选后再来辞 那那就不对了 那就太没诚意 如果你当选还不辞那还得了 那可以抓起来了 一个总统还在一个派伐 而且是那种山口祖式的派伐当中 我觉得这个太离谱太讽刺 那第二个当然我讲的就是说 彻查论文门嘛 这是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必须做的事不是吗 第三个就是开除蔡英文 因为在这七年多当中 这些相关的资料跟证据已经非常清楚了 那整个新潮流系掌握了台湾的 这一些政商勾结的经脉 这些东西已经非常清楚 而且张有化不是在庙口开讲的时候 讲了三件事情吗 一个就讲论文门是赖清德策动的 第二个就是这些相关的绿能跟土地的 这些弊案 那第三个第三个谈什么来着 前面两个是这个 第三个就是春风专案 就是说他曾经是国民党的职业学生 而且出卖很多人 就你们发现赖清德只跳脚论文门 其他两个完全没讲话 我觉得这三个里面 他应该对论文门这件事情不说话 因为很简单 那这是一个桂冠啊 对不对 你说这个论文门 是我发起的 爱清德如果被人家这样说 那他应该暗地里偷笑才对啊 表示说你看别人都说我很闹 其实我很有种 至于另外两个都是对自己形象非常负面的东西啊 你去包这些相关的这个利益输送 还有包括了你曾经在大学时候 是国民党这个控制校园的情志打手 这两件事情我觉得都是人格上面极大的猎杀 他竟然没反应 他只去告了论文门 你不觉得这个有为常人之理吗 所以我实在真的觉得说 台湾真的是还要这样沉沦下去吗 难道不能够政党轮替一下 让这个社会好好重新来解释民进党过去这八年做了些什么事情 所以我觉得下架民进党让台湾的政党有一个轮替喘息的空间 然后将来用同样方法监督他 再下架下一个执政党 我觉得这才是台湾 迈向一个成熟的民主政治的博尔法门吧 今天呢夜深人静的时刻要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心境 在真言当中有一句话 我其实实施作为我的一个座右铭 很多人跟我说 哎彭P你真厉害 你在这么多的这个煎熬之下 你看你每天还生龙活虎 而且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还这个又弹钢琴又唱歌 然后又打球又游泳 那你还照顾小孩你是怎么办到的 其实我觉得 声音上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声音上在真言也告诉我们说 顶未练银 如未练经 耶和华就是上帝 熬练人心 所以我认为 这对我来讲是 扩充我生命的境界 对我来讲呢 就像举重训练一样 是对我进行一个重量的测试 这对我的人生来讲 是丰富我的人生 是照亮我的生命 祝大家平安喜乐 有个愉快的夜晚 明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